Hello, Good evening, 大家好 這條影片原本是下午講的 但因為突然間有很多突發性的事情 所以我就講了這麼晚才講 廖子瑜其實如果有看我的影片的話 在梅艷芳這套電影未上演之前 我已經說他的表現相當之好 因為我一直都有留意這個女生 他演戲是很放鬆、很自然的 我覺得他有機會做葦英雄的接班人 他演技很好很自然 而且最重要是他博到盡 全裸的 因為他的樣子不是漂亮 他不是漂亮的 但他的樣子很有個性 所以你不會覺得他很淫舌、很孝 很淫、很賤 純粹覺得是劇本需要 其實這種的演員不是容易的 多謝Peter Chan 現在講他兩片提名今屆的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女配角 現在李麗珍遇到強敵 因為他有兩個電影 就是《至此》和《梅艷芳》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的話 都是梅艷芳這套電影 做梅艷芳有可能是用那部片來贏女配角的獎 因為那個是很自然的 而且外形也做得很神奇的 他叫Fish Leo 1990年3月31日出生 他是馬來西亞籍的女演員 然後是一位無特兒 入行已經10年了 他在2012年 隻身走到香港 自己一個人混合 看看 沽身地來香港打拼 由於 疫情的關係 他覺得 又害怕 用了自己的積蓄 其實他都已經叫做這幾年 是多少香港的女演員 因為很多時候用了內地的女演員 又或者用了素人 他在其他同期的女演員來說 都算是很穩定 有很多片尋找他 但他都怕用了自己的積蓄 我不知道他什麼片酬 不算很多 你不像阿慧英雄那些 如果他成名 拿了獎之後 也有英雄跟他講 講價錢 當然會多很多錢 但他這些 寧願脈吃三番 為了努力演好每一個角色 他設立了個人的圖書館 將看過的好作品收納其中 我都跟大家說過 其實很多年前 我聽到杜忌峰和導演的個人訪問 主持人問他 怎麼可以這麼聰明 然後他說 你的資料庫要被人豐富 這句話深深地影響到我 當然以前我經常播劇 我以前的公司經常播劇 還有經常看很多書 當然現在沒有那麼多時間看書 但我都不忙上網 都有看書 沒有以前那麼多 還有每晚我自己做完直播 我都上場看一個多兩個小時 即是吸收資料 因為如果你就這樣做 而你沒有東西進去你的腦 其實你會很乏味 你看看現在的娛樂新聞 就是講一下女明星 她手了多少磅 戴著那個手額20萬 哈哈哈哈 你覺得這些好聽嗎 我真的 所以我不斷地把我的影片豐富 你平時就是靠 你聽一聽一看一看一看 自己也要做一個圖書館 幸好我慶幸 我一直做Filing 歸納一些自己看過和聽過的東西 我儲起來了 需要到的時候 我在電腦搜索 我很短時間就可以找到很多資料 但是你們做你們的行業也好 其實有些人可能很好記性 我以前很好記性 以前我的腦就好像在圖書館一樣 只要我有相關的東西 我好像腦有一個圖書館 因為以前每一樣東西都好像一個圖畫 很好記性的 二十多歲的時候 把東西圖畫化 然後進入了那個圖書館 然後有相關的東西的時候 我就在圖書館的腦裡抽到那個記憶出來 就是將它圖像化 現在我一天要處理這麼多東西 當然是靠電腦 當然是靠電腦 我們RAM數有限 然後他覺得知道了兩部電影 可以打入提名 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女配角 他起極而入了 差不多哭了出來 就是說平時那個努力沒有白費 是誰 Wilward Hill 時間表 咦 謝謝 謝謝 我先換了他 那張照片 謝謝 8點半 你不要介意 因為它叫做Thumbnail T-H-U-M-B-N-A-I-L T-H-U-M-N-A-I-L 可能你說的時候 他用語音輸入 他就弄錯了資料 現在8點半開始 他自己收納了很多資料 做一個演員 你做任何職業都是 你對你自己的行業 自己對你自己的職位 無論你做一個small potato 主題是什麼 剛剛進入組群 主題是Fish 這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演員 我覺得他相當之好 有機會一路走下去 只要他不放棄 如果遇到一個好劇本 我將來是一個偉英雄的接班人 因為他不需要很漂亮 但他有演技 演技很自然 而且去到很盡 好像以前的偉英雄 他剛剛那個時候 他是劉家良的女兒 提携他 然後給他做女主角 所以他就做到第一屆 金像獎的最佳女主角 影后 偉英雄 嫁了很多年後 才第二次獲得影后 有時候人們的運是這樣的 另外 他就覺得 公佈入圍名單當日 他正在拍攝MV 他正在拍攝MV 他經理人站在一邊 不想影響他的情緒 到了場景的時候 經理人突然衝過去 恭喜他 他雲拍都未齊 就跟他說 兩個角色有個位 他當場哭了出來 我可以想像到 然後他說 從來都只覺得 應該只有一個 沒有想到的評審 兩部都這麼喜歡 大家 如果有跟開我的影片 我已經說了 梅艷芳這部電影 未上映的時候 我已經說 他有份國族提名 這個最佳女配角 因為拍梅艷芳這部 你自己找回來看 廖子宇 他現在的電影 是100年拍攝的 梅艷芳這部電影 相隔四年之後 很多畫面 好像《記憶猶生》 好像剛剛拍攝之前 看了很多很多 從60年代到90年代 香港的電影和歌曲 他都會聆聽梅艷芳 N姐的歌曲和作品 N姐的作品不算很多 因為他自己出過 在歌壇不太好發展 不過他上天很公平 他得到一個很幸福的家庭 雖然比較短暫 但是夠濃縮 Bomba說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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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那部梅艷芳電影 未上之前 我已經說這個女生做得好 有機會 角逐一個最佳女配角的提名 我這樣說 是吧 有人證 另外 另外 她也看回 Ann姐的訪問 結婚片段 可以網上重溫 她說這次和黃丹妮合作 我們飾演姐妹 大家都很投緣 雖然她的外表很酷 但其實有一個瘦女 剛才我看片頭的時候 有一點擔心 黃丹妮的樣子很幼嫩 妹姐這麼滄桑 一看她的樣子 是江湖兒女的樣子 做不做到的 誰知道進去戲院 喜出望外 比我預期中好 至於另一個電影 就是《至此》 廖子瑜就是飾演一個吸毒的 很大挑戰 她拍攝前 就搜索很多吸毒者的片段 她說 真的 這個世界 no pay no gain 沒有免費的午餐 你看我做的影片 有很多人都讚 資料好齊全 蕭先生也說 對不對 她覺得我很勤力 然後 你真的用心去做一件事 其實人們是知道的 不是開樓攤 她說 吐氣令人很感動 謝謝你 是不是新朋友 好了 繼續說 她說 拍這套電影的時候 至此 當時 她住在深水埗堂 一個堂樓 就是九樓的 環境比較複雜 和髒 在那段時間 她整個環都很低落 很失落 很depressed 經歷了這麼多不如意的事 又沒有錢 沒有什麼錢 某部分的感受 可以套用在這個角色 她會去深水埗 吸毒者 又或者無家者 群居的地方 在安全範圍 觀察一下他們 她很榮幸 和一個日本演員 池內博之合作 以前看過對方的作品 她真的很厲害 她說 本身很髒 和蟑螂 但劇情需要 日本演員 躺在後巷的地上 那裏有蟑螂 垃圾堆 也是照單傳收的 這些就是一個一級的演員 阿邦伯說 看得出阿沙的影片 用了很多心機 加油 多謝 然後呢 她就說 但是她又臭又髒 但是她自己也接受 阿瑜自己也接受 因為垃圾可以幫她入戲 你記不記得 你有沒有看《至此》這部電影 其實我原本不太喜歡鄭寶瑞的電影 因為我覺得很暗的 你知道嗎 以前我二十多歲 都看這些很暗的Calsby 艾姆道華 或者波蘭斯基那些 但是呢 都未去到這麼多暴力 暴力美學 說鄭寶瑞的導演 職業道德 他拍戲之後 他就專注自己喜歡做的事 陪下貓 執下屋 又或者看書來抽來的角色 因為如果你太深入那個角色的話 你會很低 你意志消沉的 你想想 《至此》那個角色 做一些在低層 最流羅 最低下階層 如果你是跌入那個角色 你抽不出來的話 你會很辛苦 你知道嗎 有時候 譬如我在聚述報道的時候 其實昨晚我 講完林彥尼 怎麼講黃瞻呢 其實我有時候 一邊講一邊 那個人 不是很開心 我說為什麼 一個關係 曾經兩個外國人 可以最最後的時候 可以 就是 惡數到對方 那麼差呢 你不是說跟他很短時間 你跟他這麼長時間 你都這樣去數他 實在有些 令到人覺得很屈滿 如果你說 我的朋友跟我這樣說 或者以前的公司 以前公司 有個人這樣跟我說 說 數他的前度 我三兩下說 不好意思 我有事做 先走了 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好了 他說他入行十年 就是說 他演過不同類型的角色 他覺得算是很幸運 雖然實際上 沒有獲得什麼很大的利益 或者名氣 但是 翻開這十年的作品上面 的確是很豐富 其實是的 我相信很大機會 他會成為最佳女配角 但是 你如果他真的拿獎的時候 你們真正正正 再重溫他的電影 在他的電影之中 你就會看到他的演技 其實是很用心去做的 但是 表現得來是很自然 還有知道 在背後做了很多準備功夫 去投入那個角色 但是他說 他自己翻開這十年的作品 就很豐富 未來很想拍古裝片 其實他的樣子也適合拍古裝片 因為他的樣子有少少中性 一點都不漂亮 但是這樣 等於一些模特兒 走上天橋那裡 是不需要很漂亮的 你一太漂亮的話 你投入某些角色是沒有說服力的 如果是 他做一個 怎麼說 至此角色 一個導遊 導遊女人 被人打到七彩的 如果長得漂亮的話 一早被人逼去賣到火坑 變成做導遊的 不適合那個角色的 描述性格 所以可造性反而高一點 很多帥哥 太帥哥 人家焦點了你的樣子 都沒有那麼好笑 有局限的太帥哥 美女做一個演員 除非像張帕茲 因為他駕馭到很多不同的內心世界 那些是很另類的 一萬年都未必出一個張帕茲的演員 好了 繼續說 他說 這是另一個新領域 可以學習古裝片的節奏和移態 他記得十幾年前在馬來西亞 一邊讀書一邊拍戲 曾經接過一個工作 就是林超然 導演去到馬來西亞拍攝《逆戰》 他飾演女主角的替身 即是說他跑龍套 你可以想像到 照理他都不是富有的家庭 所以都是要經歷過捱的階段 他說會看背部和雙手的打字鏡頭 他第一次接觸香港的製作 非常之開心 上映的時候 約朋友一起去看 在大銀幕第一次見到自己的背影 手指在那裡打字 但他就很想喊 告訴全部人知道 這個是我來的 這樣說 到了正式在香港發展之後 第一部電影就是《每日派對》 那部電影真是厲害的 但那個電影比較劇情 不是說廣灰索的事情 他在這個戲院看手影的時候 同樣感覺到 整間戲院的人 聚精會神欣賞自己演戲 感覺很害羞 但又很興奮 他現在簽了這個老闆 就是這個古天樂 近年在娛樂圈有不少演出的機會 其實你簽了一間好的公司 古老闆也看好這個演員 所以就簽了他 將來有其他好的劇本 例如林家棟和古仔 古老闆有很多合作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這個人現在還年輕 有很多日子 可以成為偉英雄的接班人 疫情爆發之後 這三年對他來說 是一個很長的夢 我覺得過了三年是一個很長的一年 真的很大的影響 尤其是2020年開始那一年 我真的很害怕 一直用自己的積蓄 幸好2017年提名女配角的時候 工作量多了 但一疫情發生的時候 始終都會大減 又要交租 又要養兩隻貓和自己 真的很害怕 我是一個很慳劍的人 平時不外出的 但是不想花光所有的錢 要回馬來西亞 就好像十年來德國吉 我有一種感覺 是自己最青春年華的時候 就是這幾年過去了 有點不甘心 挺好啊 懂得想 他相信他自己 沒有比其他人更加窄女 他自己在香港沒有家人 很少機會接觸到陌生人 所以很喜歡工作上班 所以可以跟不同的人 渡過每一天 他的生活和興趣 都是圍繞著和演戲有關的 他說我做了一個檔案庫 我看電影的時候 會留意哪一場戲 和哪一個演員做得好 就會記下來 這些真的很勤力 自己本身有先天 那種演戲天分 加上後天的努力 那你說這些人 怎麼會不紅啊 將來 他說他自己有一個自己的圖書館 到將來 演類類似的角色的時候 就可以打開來看一看 找一找靈感的 其實很專業 你想想香港有多少演員 你問一下 我都免得開名 香港的演員哪會做到這麼認真 這些真是 我想可能 類似去到荷里活級數 我自己很喜歡 Vene Serriga 就是做BJ 單身日記的肥妹 其實她本身瘦得漂亮 好像做到這些外國演員 就會做到這些功課 你明白嗎 好了 他說去年12月 就試過因為疫情隔離的日子 時間 就橫跨了聖誕和元旦 所以節日就在酒店隔離中度過的 我也很擔心 有精神問題 也好啦 只是起初幾天有點封閉和焦慮 我上網看過 可以做瑜伽舒緩 又做運動 看電影 彈結他 甚至可以叫公司寄一棵小的聖誕樹給我 加一些燈飾的 畫這麼好的 是不是跟古老闆的公司的 誰啊 你老闆走來 可以靜靜地聽你 Sapang 走了 我多謝San Su San Su 他是不是在香港 為什麼現在上班 這個時間上班 這麼有趣 好了 他說 他的目標就是 演好每一個作品之外 畢業之後 希望21歲做導演 當時拍一套很長的片 我認識現在31歲了 仍然都未能實現 入行越久 越發覺自己不足 我經常說這句說話 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you know You don't know 你越是知道得多 你就越是覺得自己懂得少 每一個肯上進的人 都會有這種心態 不過我會繼續努力 希望有一天 完成做導演的心願 你看他的訪問 有些內涵 有好料 還有謙虛 只是一個勤力的人 就已經值得尊敬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個勤力的人 我當然是尊敬一些 不是開樓灘的人 我只是鄙視那些開樓灘的人 對不對 我看看還有什麼 他自己在拍戲的期間已經全身傷了 過江龍了 他自己以前跟關彩妖拍對手戲 每天派對 全裸的演出 拍戲當日 他吃不下東西 整個人都不舒服 拍到最後一個take的時候 導演叫他爬下床 跑過鏡頭外面 但他不小心 整個人跌到攝影機的路軌 他的臉和肩膀一大大瘀了 另外就是他知道有傳裸的鏡頭 拍那個末日派對的時候 他在印尼工作的爸爸 即是他爸爸在印尼工作的 跟他說 無論怎樣都會支持他 他自己就不停地哭 我相信如果他真的是今屆 香港電影金像獎 他自己上台獲得最佳女配角的獎 他一定會哭得出 因為他這十年在香港 真的得來不易 喂大哥 你要一個女孩子 我不知道他之前有什麼料 在馬來西亞 但是你第一套 你就要傳我了 你要有個心理關口 或者有些人 可能他私生活 我當然不是說他 或者很乖也不奇怪 不過是為了演戲一個演員 如果你去到荷里活 如果是為了劇情要拿路 其實也不是什麼事 最重要是劇情有沒有必要 還是被人困你 有分別在 不過說真的 他的身材又不是十分好 他的樣子又不是十分漂亮 看他的演技 不是看他的身材 他不是銷售這件事 他不是書奇 那些銷售 sex appeal 不是這件事 應該是全裸應該是有看前面的 他說拍戲很有挑戰性 他說因為Teddy Robin是那部電影 末日派對的監製 有解釋給演員 知道這場戲有什麼作用 他說演員是用身體揣摩角色 不是要想脫不脫衣服 然後他很感謝其他演員 像關彩耀有提點他 加上他拍完片之後 自己已經上了戲癮 希望可以轉戰這個影圈 他說拍戲很有挑戰性 拍完覺得很有滿足感 希望之後會有更多機會 這件事不是他的賣點 他不會行性感 偶爾看到他在地產仔 在Will T.V.那裏 他也是扮成一個TOMBOY的樣子 他有短頭髮 又瘦瘦瘦瘦瘦的 即是就算他對的 其實是否也好 即是無所謂 他作為一個演員 其實很多不同的角色 他都需要做 就像夏惠伊 他說做一個同志的電影 給一個年輕女兒喜歡他 我聽了我打個凸 冷氣就不用開了 無管就豎起了 你見到一個什麼女同志 見到夏惠伊不嚇到 你還要愛上他 那裏讓人害怕 那裏難有說服力 你明白嗎 不知為什麼 什麼人要作這個劇本 這麼驚嚇 又未到7月14日 7月14日 你以為他在7月離開 那是否在7月的時候 放那套片出來 即是和這一個龍婆 V詠詠詠鬱 和大鬥法 你想這個張良計 我想這個過場低 超級驚嚇你們 非常之搞笑 現在8點56分 所以我相信這個廖子瑜是前途無可限量的 我在這裡預祝她香港電影金像獎第四十屆 可以夢想成真上台和她的父母說一聲 她十年前由馬來西亞節來到香港 那麼大犧牲第一套電影就已經想 不是想剝衣服不剝衣服 而是想你怎樣可以做好那個角色 正如我是一個這麼認真做事的人 我每一天都希望搜集所有資料之後 然後我把它歸雷然後再跌 將那個資訊有什麼趣味性地呈現在我的網友的面前 OK啦 多謝大家都是勤力做事認真的人 希望大家網友都被我們的勤奮去感染到 因為疫症很多人都失去方向 但是只要你自己不放棄的話 疫症完了的話 你不等到疫症來 你才勤力才去學一些新的東西 當然現在這些時間不斷地吸收新的東西 你看Youtube頻道Smart Travel 每天都要學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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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OK 好了 我現在 去回 你想不想知道今晚我會講哪位人物 你們就九點半你們聽了 九點半的第一首歌 我就會播今晚的 人物專輯的主角去唱這首歌 你一聽就知道是誰 欲之後是何清漢 九點半 等我現在放那張照片先放 喜不喜歡 喜不喜歡 我現在要去洗一洗澡 因為我一整天洗澡是一件很放鬆的事 可以幫我減壓 希望你們都喜歡這個鳥子語 因為我會比較欣賞一些人 很認真地尊重自己的職業和職位 無論你自己在做什麼位置 就算是small potato也好 稍後再找一個link 阿鏡姐唱歌那個 OKOKOK 希望你們大家可以 稍後進去猜猜究竟 他第一首播的歌是哪位歌手 Live 九點半 九點三十分 P.E.M. OK 這個我先置頂了 OK 稍後見 拜拜 多謝Avra 各位 多謝各位 Master Joe Are you the Master Joe from TVB? How are you? 2010 Nice to meet you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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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 Bye Bye